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四点在整座城市苏醒之前 台中东区建国路上一座老市场 遭已被满是嘈杂鼎沸 悄悄唤醒 许多台中人都知道 要美南北杂或新鲜蔬果或鱼肉 一定要到建国市场走一遭 不过为了配合铁路高价化 这座开市近半个世纪的老市场即将吹起席灯号 搬迁到一公里外的新建筑里 我来这里做41年 41年了 25岁 25岁 27岁 8岁 14岁 早上快点回去 回去 走去 走去 快点爱人这么苦 哈哈哈 哎呀 是啊 时间快快快 哦 是啊 时间快快快快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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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老建国落成起用 原本的国防部装甲兵用地被改为市场 后来又因为是融整治计划 一些日川两岸的摊商迁入建国 慢慢发展成今天全台湾最大的公有名售市场 除了七百多摊店铺 周围更有绵延超过八公顷 两千多摊的流动汤饭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日川街 有的沿街 有的沿街啊 有的路边家 还有一些 我们进入市区一家 最高的地方有 大的小木屋 因为我们整地 整整四楼 利用这个国防部的土地 进到建国市场 疫情就是这样 建国市场有欠占的烦恼 所以还要改善疫情的努力 现在事实看到就是说 建国市场是什么 事实上 一开始今天也是很困难 应该打个卡表 找到建国市场 才像今天这么繁荣 是 建国市场真的不简单 建国市场总共有四层楼 一二楼是市场 三四楼大约有180户住宅 早期有些摊贩做生技 就住在市场的楼上 但到了第二代之后 渐渐迁出 只剩下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还住着 这些人 以前每一间都有人租 小孩在这边走来走去 坐到这里 吃 吃 都方便 这么多 在这儿 在这儿很大 在这儿很方便 放入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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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虎肉 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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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以后 大概这两段也就是这样 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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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简单的 今年最严重就是这样的 921之后 市场的主建筑被判定成半岛 楼上的鱼肉摊迁往临时市场 原本繁荣的商店街 开始逐渐没落 2009年台中铁路高架工程开工 新的火车站将北移200公尺 使得紧贴着车站和铁轨的建国市场 面临拆迁 两年后 拆迁地点拍板定案 市府决议将老建国搬到建城路上的台塘用地 铁路高架 我们大概十年前左右 我们就有这个想法 就在争取 然后也就终于在 应该是在2009年吧 那六七年前 就开始动工 就确定了 然后开始动工 等铁轨拉起来 地面腾出来之后 这样它周边这些设施 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待它 就是它们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它们如果是资产 我们就要设法去把它保存下来 那如果是负债 我们可能要考虑把它做转变 也就是说 可能要去场 重新再来 打掉重变 他要翻前 这里要复工 对 他要翻前 肯定要你走 你也不能耐自走 結果上外面不干就 它还要负俩 我说 在五两家买 整理都负债 2百万 三六四五 肯定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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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钱 等一下 我每天都是在找找 我家人也要负债 七千元 就负债 原來二樓沒有要給對不對 不是 本來是三樓四樓都不要 為什麼 我們是要做的 不能改變 每個人都不想辦 在這裡很好 因為市府一直公文 租賃戶被迫離開 居住數十年的家 只拿到一戶 四十年的家 四十萬的補償金 而新建國搬遷後轉型成觀光市場 原本周邊兩千多個流動攤販 也將無處可去 這裡 這裡就不見了 這整個區域全部都移走 移到那一邊的 那什麼路啊 建成路啊 那一流一個加油站 全建國市場都移去那邊 所以這邊都不能擺 那個流動攤販會到哪裡 不知道 沒有位置了啦 沒有位置 到123吧 就算是原本市場內的貪商 對未來也充滿著惶惑不安 新建國置資八億兩千萬元異地興建 外觀美容美奮 內部設施卻被貪商批評為不實用 終於在八月一場說明會裡引爆衝突 總是我們關門市場內的貪商 是要為到生意做得好 我們要大家去問問 現在這些人結論半七萬歲來這裡 還敢能過 不然下來 剛才我們這樣瘋瘋瘋瘋 嚇到不可以換 這樣就百年都不變了 因為這個嚇是英雄存在的 英雄也嚇到這裡 所以我們不時來聽聽聽 我住時那時候才不時 我們要怎麼 讓這些人去台語 在這裡表現 那些人不怕 你們把那個季節做阿妹 跳一跳阿妹 一邊 你們叫這些人去做社群 我聽你告訴我 看一看 南臺東方這次什麼 好 那一隻有樓尾 有樓尾之外 本來就做一個空氣而已 結果你跟我們做一樓尾之外 他就再來談 又來聊天 他跟你媽的婚宅 你要給他 結果他跟他一起 結果他跟他一起 這個節目 剛才是說 跟他八成的廠長 這個團長度到對不對 講句實話 陌生的客人 他把一個直條 九十度出去 管理人們在持續 我都在台前 就團長多當 可以發到 可以發到 現在是粉直條的 我的人 一句話 我要空間 我跟他空間 我告訴你 我真的拿下去 我叫大家 如果要不要再 拜託 拜託 好 真的 真的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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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你 我 你 你 你可能講話嗎 出去說來 ощ 我現在老的不怕死了 Greek Temple 裡面 你叫你這個 裡面一定要用作 它可以你進化裡面 水潮的水潮 沒有 自來水水潮 沒有 下水的海水系統沒有 有水進來沒辦法出去對不對 我說我們要趕 他就說不可能 現在會破壞民觀 他一開始的定位上就是有問題的 因為建國市場 就我剛剛前面相提的 所以當新建國定位成觀光市場的時候 他就有機能上的衝突 所以他想說細微設計上 無論是排水溝也好 用電箱也好 甚至是到便電 租電 用水 他都有補充一樣的 儘管內部設施還在整修中 市政府仍然將9月20號 變為新市場的開幕日 而見證了台中城市 40多年新範的旧建國 也將在之後移為平地 正式走入歷史 所以我們到底包括原來的 就是我們到底包括原來的 過去這幾十年 生活關係這麼密切的 包括建國市場 然後周邊的這些 就是倉庫群 其實也有很多的 這個市場的活動 這個 他們到底有沒有留下來 去除之後 並不代表說 我們不能讓他站回來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都有一個 零和的遊戲 就是說 為了保存就保存 可是我們經常沒有想清楚說 這樣保存下來要幹嘛 可是同樣的 我們有時候 就是說 為了新的東西 所以就無限三缸的把 我們所謂舊的東西 就去除了 比如說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說 建國市場 假設真的猜出了 什麼東西 什麼元素 是可以透過設計 透過空間的 這個 這個 什麼駕接的手法 我們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就是 雖然它不是原來的建國市場 可是 我們可能還是可以看到那一個 感受到那一個 可能是建國市場的活力 或是建國市場的生命力 面對建國市場 注定拆遷的命運 有一群年輕人 選擇用不一樣的方式 向老建國告別 這一天 市場出現一些聲面口 四處寫聲作畫 幾名年輕人 用網路號召 發起寫聲活動 要透過相機及畫筆 為老建國留下來珍惠的紀錄 它可能沒有像 第二市場 台中第一市場 或第二市場 它以前有所謂的六角樓 嗯 這邊只有比較特別的 新穎設計 日式的設計 有所謂的玻璃磚 有所謂的通風景 有所謂的 便捷式樓梯 甚至是六年年代 台灣唯一一個 店補梯 開始在僻建 那僻建完之後 它整個周圍的規劃 都要做大改變 像是這個建國市場 我看到目前的規劃區的話 是這個公園 以及商業區混成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在 證明說 建國市場不要全猜 就是因為它有四三棟建築 保留整個圓環區的 包括這裡的 一些鐵、唐架等等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之類型的建範 台中自己的周圍區 它能發展 它實際上跟南屯 跟風雲有關係 對 然後變成是一個 中間一個節點 然後建國市場 它實際上就在 節點中間 小圈圈裡面 所以很關鍵 但是也很小 就是變成是 它剛好是在 城市最繁華的邊緣帶 這點還蠻重要 城市邊緣的繁華大 未來會變怎樣就不知道 不知道 但我們不敢說 2018它會怎樣 但我們會說 2020可能會怎樣 新建國市場 置資8億2000萬 耗時兩年多打造 建築外觀富麗堂皇 9月底就要正式啟用 但月初內部 還是一個大功利 面對都市更新 40多年來繁華落盡 老建國即將面臨拆遷的命運 而隱身市場中的人們 也只能逆來順受 隨著城市進步的洪流 隱默在滿市喧囂和人生免沸之中 旁邊緣的域 旁邊緣的民建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